中国一家科技企业被五角大楼移除黑名单 美国现在很拧巴 对中国无计可施 只能一步步走向衰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肃军 欢迎收看严肃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明的主题是 中国企业被五角大楼移除黑名单 回宣飘又一次打到了美国身上 破天荒的事情发生了 中国企业竟然被五角大楼移除了黑名单 我们都知道 这两年美国为了对抗中国 以各种理由无端制裁中国企业 频繁建立贸易壁垒 跟中国展开不公平竞争 但日前五角大楼发出消息 正式决定将中国核赛科技公司 从中国军方关联企业黑名单中移除 这个军方关联企业黑名单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2021年美国通过了这一法案 要求加强对中国企业的审查 然后开始渲染中国军民融合 并将那些疑似跟中国军队密切相关的企业 加入这份所谓的军方关联企业黑名单 而首当其中的就是中国一众的欧星技术公司 包括芯片 正常手机 商业飞机 半导体等领域 都是受美国迫害的重灾区 但所谓的跟军方密切相关 只是美国的幌子 明然人都看得出来 真正的原因还是美国企业根本遭受不住 来自中国企业的冲击 所以要把中国企业的产品拒之国门以外 但是美国这一番操作又会引发一个新的问题 那就是美国离不开中国产品 美国企业在多个领域都依赖于中国的关键零部件 以及一些相关设备 而这次被移除黑名单的核菜科技公司 所生产的激光雷达 显然就是美国现在不可或缺的中国产品 当然了 五角大楼肯定不会直接承认 而是以按照标准将核菜公司列入名单的理由 可能经不起法律审查 说实话 五角大楼的这个借口非常可笑 难道美国制裁中国企业的时候遵守过法律吗 美国破天荒的动作 用一个数据就能够解释 核菜科技公司生产的激光雷达 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的50% 在去年核菜的营收报表中 可以明显的看到 有接近一半的收入都来自于美国市场 所以到底是美国怕法律不过关 还是在拼命找拨 一目了然 美国对抗中国使用的手段 造成的回宣票又打中了自己 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我印象中 在2021年 美国把小米公司列入黑名单 然后又以证据不足为理由 把小米公司移出了黑名单 所以看出美国现在对上中国 拧巴这个词就很能说明美国的心态 又要打压封锁中国 但又离不开中国 所以只能招令戏感 今天一套明天又换一套 而美国这种拧巴心态 归根结底 原因只有一个 美国无法再从实力地位出发 来跟中国打交道了 这话不光是在讲国家军事实力 更是在讲国家高薪科技技术水平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 美国都没资格 居高临下的跟中国打交道 今天美国封锁中国 就是在封锁自己 美国在国际社会排挤中国 就是在把自己送上死路 但美国能因此改变对华战略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美国只会在这种 对中国拧巴的心态上 一步步走向转落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